好久不见的皇家千女儿夏天长大了近照,曝光后镜长成这样子太不可思议了。 一人皇家千跟老公夏克力的爱女夏天,Poppy,长大啦。 几年前夏克力跟女儿夏天参加中国亲子时竞秀爸爸去哪儿大获好评。 可惜因为线同令导致第四季腰斩,观众也无缘见到小美女在上电视了。 好久不见的夏天境况如何大家都很关心,爸爸贾克力昨天曝光女儿近照。 Poppy今天和我玩捉迷藏,不过,她好像很厉害耶,我竟然一直都没有找到她,大家快来帮我找找看。 许多网友看到夏天又长大了一点,纷纷留言称赞她越来越有小公主的味道,倾国倾城,真是女大十八遍。 虽然夏天不能继续参演综艺秀。 但她还是会跟爸爸走遍世界拍节目,这张是她在澳洲动物园拍的照片。 越长越美的夏天暴风是成长,网友似乎可遇见她长大后的美貌了。 她真的是从小美到大爷,很看好她。 黄嘉谦,1973年6月13日,台湾女歌手、女演员、主持人。 黄嘉谦于1973年6月13日出生于台湾桃园县,但将高级中学及美国基督教校立会基督书院毕业。 初期以歌手身份出道,后期众心在戏剧演出和担任节目主持。 2005年在东森综合台电视情境连续剧《爱曼扭要怎样》李丹刚演出期间。 与剧中的加拿大籍演员夏克利相恋,2006年9月2日两人在加拿大晚婚。 2009年7月8日,黄嘉谦对外宣布怀孕5个月,2009年12月2日早上9点剖妇产下一女。 中文名为夏天,英文名为Qner Poppy Dance,昵称 Poppy。 好几个月。 有机会。 谢谢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